他連第二次提出的ECFA公投案 將在十一號決定準博 而今天先舉行了公聽會 不過在公聽會上 公審 公審會委員 和領先提案的臺聯黨主席 黃昆輝 光是為了相關的部會官員 能不能夠列席 就言辭交鋒 誰也不讓誰 ECFA二次公投案召開公聽會 一開始氣氛就很僵 本案是屬於重大政策 創事跟副決 這個並不是入委 又跟經濟部的執長 因此本人要求入委會 經濟部的代表 應該要退席 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歷次的這個公投案 包括黨產公投 或者是入聯公投的話 當時都有派外交部的代表參加 果真如此的話 那今天這個會議 就是著視而驚非 如果過去所做的 是不對的 不合時的 今天被發現 應該要改正 主席如果以此老是在這邊打算的話 今天真的是開不完 真的開不完 開會通知是來開公聽會 我以為各位是要聽取我們的意見 結果我在聽各位在那邊吵一吵去 那我建議主席 乾脆取消今天的公聽會 領先的台聯黨主席黃昆輝 跟公審會委員 先是為了官員能不能夠與會交鋒 公審會有沒有權否決公投案 再一次互槓 各政黨為了自己的選舉考量 提出了多少次的公投案 原本就沒有說今天有8萬5千人 8萬6千人的公民連數 就可以說一定要舉行這樣的公投案 我卻認為說兩千人提的案子 根本就是一案再提 所以說那我覺得根本就沒有必要 召開公聽會 更要求所有公審會的委員 在反對這一項公投案的時候 應該表明所引用的法條具體為何 不能自創見解 什麼正面表述啦 負面表述啦 不要成為打壓民主的打手 黃昆輝這次領銜代表的是 10萬4千486位參與ECFA公投聯署的公民 不過上一回公審會以12比4 否決了10萬人聯署的公投案 這一回公投案會不會有轉機 要等到11號召開審查會才會有答案 民生選舉過張正祥 台北報導 會不會以下 到1800人聯署的合約會 他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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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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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social